追光者,上线后热诉不断,热度不容小觑,但豆瓣评论区却差评一片,观众的差评理由还出其一致,那么这部剧到底怎么了? 悬浮偶像剧,男女主人设太离谱。 追光者,讲述了西川发生地震,律师罗本前往镇区寻找妹妹,途中见识到了医生展颜高超的医术和忘我的精神,也被民间救援对设生救人的行为而深深感染。 之后,罗本宇、熊飞、周明宁等新人加入远方公益救援队,在队长的魔鬼训练以及各大危险救援中磨练自己,最终成长为合格的救援精英。 该剧以民间公益、救援组织为题材,不同于以往聚焦消防员的行业剧,设定上是有新颖之处的,但这部行业剧依旧没有摆脱悬浮的通病,而且虽然披着行业的外衣,但实际上就是狗血烂俗偶像剧。 故事开始,高速上出现重大车祸,女主展颜提前下车前往救援,遇上男主罗本占用应急车道,于是他便上了罗本的车,没有感谢,甚至毫不客气地指挥他,下车时还不忘提醒交警给罗本罚款。 好家伙,这波操作属实被他装到了,即便是医生救人,也没必要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吧,而且男女主不愉快地相遇也算是国剧老套路,傲慢与天剑式感情线看起来没什么新鲜感。 之后的剧情对于救援队的刻画,显然没有男女主各种偶遇,斗嘴多,最让人感到离谱的还是两人在蛋糕店的一幕,罗本发现有人偷拍展颜裙底,用录像将色狼吓跑。 结果展颜非但不说谢谢,反而质问他为什么不报警,看到罗本买完面包又道德绑架说,你买了所有面包,后面这么多人没看到吗?你这么自私吗? 真是好久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女主了,妥妥的杠精转世吧。 而男主也不是什么正常人,对于自己的哑巴妹妹保护欲太重,当熊妃好心送快递上门,她不分青红皂白就动手打人,完全不听妹妹的解释, 这种自说自话的行为与女主倒是般配。 可以说追光者的剧情在救援队专业性的呈现上不足,还是一贯以感情线为主,男女主人设态讨闲,行为逻辑,离谱到让人无语,看的人如耿在喉,忍不住气聚。 罗云熙受到突像,女主演技遭质疑,想必有不少观众是奔着男女主来观看追光者的, 递进罗云熙,吴倩时隔七年二大,让人梦回和一生肖默,但成片看完后明显不尽如人意,对于两人颜值,演技的质疑声众多。 先说男主罗云熙,还记得他扮演润玉时期的古装造型风神,可到了现代剧里颜值明显下降, 也是因为他过于消瘦,甚至有些猴像,颧骨突出,精气神全无,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病了很久刚出院呢。 而且他饰演的罗本后续剧情还会成为救援队的一员,就这小胳膊小腿,连旁边女演员都比他强壮,一旦遇到危险到底谁就谁。 再看其他救援队的成员,个个都身强体壮,不夸张地说,人家胳膊都比罗云熙大腿粗, 看预告后期的罗云熙经过锻炼也没啥改变,光是形象就很难说服观众,分分钟出戏。 更何况罗云熙还放弃不下偶像包袱,脸上涂脂抹粉,痕迹太重,滤镜后的惊人,头发恨不得喷上一瓶发胶, 配合上罢总是邪内一笑,有力胆油然而生,润玉粉心都碎了一地啊。 还有吴倩饰演的展颜,无时无刻不再板着一张脸,仿佛谁欠了他几百万一样, 当他突然闯入主任的办公室,连个眼神都不给对方,二话不说就把手术抢走, 看的人不禁想问他到底在赚什么。 其实真性情,不通人情,事故等性格特点,并不代表就要没礼貌,全程高冷脸, 吴倩对于人物的理解显然出现天差,让女主越来越不讨喜。 尤其是与男主针锋相对的时候,看着他瞪眼睛,抬下巴,再来一套杠精理论, 这三连招式表演方法简直就是无脑到了极致,实在不像是高智商医生该有的模样。 而且有观众看完后,不禁直言吴倩演什么都是一个样, 不得不说无论是8090里嘴硬心软的叶小妹, 还是恋爱的夏天里精明清醒的夏天都有着相似性, 甚至剧中吴倩连造型都大差不差。 作为演员来说,能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固然重要, 但一直处在舒适圈,哪次拍戏都无法给到观众惊喜, 无疑是种退步的表现。 除此之外,像饰演叮叮叮的李婷婷, 扮演雄飞一角的徐少英, 也都只是重规重矩的演出, 做不到靠演技撑起整部剧的质感。 总而言之,观众对追光者的期望有多大, 失望就有多大, 打着聚焦救援队精神面貌的旗号, 上演一出烂俗偶像剧, 男女主靠着不讲理, 自以为是的行为来博眼球, 感情线满满工业堂精的味道。 另外,演员也没有加分, 罗芸汐瘦得没眼看, 无限演技一言难尽, 难怪会收获一天差评, 只希望后续剧情会有所好转吧, 那么你觉得这部剧好看吗?